- 想說就說 想說就說 好 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我老公 对对对 因为只有我在这边 没有 我下一期会找其他的特别来宾 好的好的 那么今天的topic是什么呢 今天的topic是 第一次约会 应不应该 AA字 AA字是什么 AA字就是说 我不懂什么是AA字 我从来没有第一次 Go Dutch 就是说男生负男生的 女生负女生的 就是说第一次约会 我们可能去吃餐馆 去吃餐馆 去吃晚餐 所以当账单来的时候 可能就是说各还各的 还是男生先出钱 那你可以直接还他 他的一部分的钱 你觉得应该这样吗 不应该啦 第一次约会耶 对对对对 如果很多次约会就要 因为现在大家有做工嘛 所以如果很多次约会的话 就有时候你还 有时候我还 可是第一次约会 我觉得应该是男生还吧 对对对对 因为我是觉得说在我们亚洲人 跟西方人的文化是不一样的 文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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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普通的 是必须的 是必须的 所以几乎是每一餐 就算不管是第一次约会 还是到他们结了婚 他们都还是会有这种 go dutch的这种做法 可是在我们华人的世界里面 应该不会有这样的东西 尤其是我们新加坡人 所以男生我觉得第一次约会 男生一定要先还 对 可能也是会加分 所以 可是女生 应该有时候可能会假假 说 假假 要不然你说 对对对 女生的话 其实我是有做过调查 我做了一个小的一个mini survey 我问了五个男同事 跟朋友 对 我问几个男同事跟朋友 我就问他们说 你们跟女朋友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是谁还先 然后这五个男生都说是他们还 然后就讲说 那么女生有没有主动 有些说 有些他们的女朋友 或者是老婆 有主动说要还 可是最后他们都没有让他们还 然后也有没有主动说要还的 但是都ok 那我就问那位没有还 就是他女朋友没有主动 offer to pay 我就问他 那么这样会扣分吗 因为很多女生都很好奇 如果我没有 我喜欢这个男生 可是如果我没有主动说 我帮你付吧 还是我付我自己的东西 会被扣分 然后我问了这三位男生 他们都说 不会被扣分 其实你觉得会被扣分吗 应该是不会的 可是如果我这个东西换成是男生的话 可能就会 就很像我拿一个例子 就是我当年其实 有一次我跟一个女孩子出门 我们是去骑脚车 然后再过后 其实他还有一些朋友 所以过后我到那边的时候 我就说我帮 我帮这个女生 买 叫我订阅 我没有去吃麦当劳 所以我就帮他 他就跟我讲说要给了什么 我就去帮他买 然后别人是买他们自己 然后我就特别帮这个女生 这样 加分啊 可能就是在这边 可能有一点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我一拿食物拿回来后 我把食物交给他 我就直接跟他讲 谢谢你就快办 蛤 为什么你这样做 然后最后他还有跟你讲话吗 最后过后 就没有了 过后 过后就没有了 我还想再叫他出来的时候 很像叫不到他 如果好像跟我第一次约会的男生 如果他跟我这样的话 应该没有 第二次了 然后 之后 我通常都会 假假 offer说 我要帮忙还一半 就还我自己的部分 然后之后 可是如果那个男生真的瘦的话 我就直接把他给 套掉 如果那个男生 他说他很穷 没钱 你在读书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 我帮他还啊 因为他长得帅啊 哦 就是这样咯 所以 所以 不公平是吗 可是我最后是嫁给你啊 你第一顿也是请我嘛 然后之后就顿顿都请 所以你看最后嫁给当然是 不吝啬的 没有人喜欢吝啬的人 也不像人家那种 金金鸡家 如果你要跟女生算到 没分没毛的话 真的 你不适合去拍拖 不适合交女朋友 不适合结婚 因为如果你长得帅就可以 哈哈哈 对 颜值 第一 所以今天的总结就是 男生跟女生第一次约会 当然是 男生还 对 男生请 这是这边的 不便 所以就也是男生 就是那么不公平 好啦 今天就这样了 如果你不爽的话 留言 然后如果你赞成的话 记得帮我点赞 分享 还有写出你想看的 下一个 topic 然后我们就会看 如果我们 agree的话 我们就talk about it 所以今天就这样啦 谢谢你 晚安 拜拜